大家好 欢迎收看如何在U14上以C++做Pivot Point精确的旋转第33课 我们打开Robot Tutorial 1 同时打开Visual Studio 2017 按File openVisual Studio 那么在点CPP我们开始从第1轴到第5轴来除以各轴的运动 首先我们把斜线星星往后移 移到第2轴前来专门处理第1轴 那么第1轴架在基座上 那么就是S轴 所以RJ1就是S轴 那依照CMSCAPP 1加3等于4 所以第4轴的正负极限 正负极限是50cm 负极限是-300cm 所以假如RJ1大于等于50.0F 括号RJ1等于50.0F 上极限 这边 这边是5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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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cm要进1位 那么负极限300 就是-300cm elseif 括号RJ1小于等于400cm RJ1等于-300.0F 那么RB柱 RB柱是-300.0F 括号RB柱 那么D轴是S轴 所以RJ1要放在第一个位置 第一个位置 那么RJ2 那么Y就是0 因为只有对S移动 Z也等于0 那么要变成优手定制了 我们课前已经准备好 要加个负号 好 那么负方向它走的比较大 我们就测试程式 TickRJ1向负方向走 那么300 非常大的一个距离 所以我们就是负RJ1-减1.0 每一次走1mm 1cm 走到-300 好 我们来Compiler Ctrl Shift B 来做第一轴的测试 第一轴是平移轴 所以第一轴总共可以跑 正的50 负的300 就总共找350 3米5 非常长的一个距离 那它也允许把水枪取下 按控制面板上的键盘 来控制高压水柱 低压水柱 清洗 旋转清洗 对一些氮体 它可以用PLC的旋转功能 可以把一些筒型的产品清洗它内部 好 我们Compiler成功 我们来Run 那么向右是正方向 那它会往复方向 会往那边走 好 我们来Play Play 它可能会当机 因为我们没有把它 有没有 当机了 它崩溃了 那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它 首先我们全部储存 我们的C++程式 然后结束我们的程式出来 然后再重新进到U14 然后再重新打开 然后再重新打开 RobotTutorial1 Open 那刚刚崩溃的原因是 我们LoadMesh 原先是H RTN 后来我们Load了我们的Mesh RH 好 我们并没有开心的档案 那在这种情况下 它经常会Crush 这已经U14 所有操作的 经验久的都会知道 好 那我们开启 同时File Open Visual Studio 好 开完了 进到U14 那怎么样去开启新的 就是用File New Level 开新的地图 那么Default 地板 然后点地板 那么地板的最低点 我们由Soliwork 已经拿到它的资料 那它的最低点是-88.2cm 所以这边Z--88.2 压Inter 地板就会掉下去 然后点选C++ class 然后RobotTutorial1 点开 按Lobotation 滑速左键 按的不放 拖到 视窗里面 松开滑速左键 然后把它放在000的位置 Location 点一下 按一个0.0 我们要让SYZ都变成0 按这个Burl 它就会全部变成0 按完之后 点一下视窗 按Ctrl-S 存我们的Map 那存成什么呢 我们的机构叫做RH RH 我们就叫它做RH Map Save 那么存好之后 Setting 按下去 Project Setting 我们让下次开机的时候 它能够交出来同样的地图 所以要用Map SMods 然后点一下 Edit Edit City Mod 然后给它RH Map 然后Gain Default Map 也点一下RH Map 这样就好了 打XX 这样就好了 打XX 好 那这样就好了之后 我们来看 程式 我们RH RJ1 副方向走1mm Rubal POST 程式也开好 副方向总共要走到-300 好 我们来 也Compile好了 我们 把碰撞体 螺到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视窗的位置 好 我们来Play 它就往这边走 一直走到最后停 那么它已经到了边界 所以-300cm 是一个它的负极线 好 那么第一轴 验证完毕 我们再来进到第二轴 那么第二轴 是Y轴 我们用操的好了 因为它只有平移没有旋转 那么复制 贴上 RJ2 我们先把这个改好 然后我们再来Check 它的正负极限 那第二轴Y轴 外轴 Y轴放在中间 RJ2 所以前面 加一个 0.0F 斗点 那么正负号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我们先去Check第二轴的极限值 2加3等于5 它正的极限是120 cm负的极限是10 所以RJ2大于等于120.0F RJ2等于120.0F 那负极限是负10cm elseifRJ2小于等于-10.0F RJ2等于-10.0F 好,那么它正方向比较大 所以RJ2我们向正方向走 把这个两个极限点开 RJ2加等于0.2F 那么右手定则 我们先前特前已经准备好 这边不要符号 好,Ctrl-Shift-B编辑 那我们来测试 第二轴 Y轴 向正方向前进 走120cm 好,编辑成功 120就往这边走 很明显的 它走的是X轴 而应该是走Y轴 所以这边改错 所以这边改错 SJ2 这边没改起来 RB2 这边是RB3 再来Ctrl-Shift-B 编辑 编辑成功 我们现在RJ2 是走正方向 进到U14 Play 所以Y轴 向正方向移动 移动到120cm 那么还没有碰到 知道的极限值 所以Y轴 改好了 再来Z轴 那么Z轴 也是平移轴 我们的程式 也用超了好了 它没有旋转 复制 贴上 为了防止 刚刚RB没改 所以我们先改 RB4 那么它的旋转轴 第三轴是RJ3 RJ3 RJ3是Z轴 应该放第三个位置 SYZ轴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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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轴 CMSCAPP 3加3等于6 这边是6 所以正极限是21cm 负极限是-29 所以正极限21 负极限-29 总共是50cm的移动距离 好 我们来测试 向上好了 RJR 双斜线点掉 RJR 双斜线放开 正方向1cm往上 一直到上极限 21停止 Ctrl Shift B 编辑之后 我们来测试 Z轴第三轴向上移动 成功 Play 太快了 我们的视窗 控撞体 太靠近我们的机台 我们让它慢一点 0.1cm RJR 往上升 Ctrl Shift B 升到2米1结束 编辑成功 Play 好 我们再往下降 一直到这边 快碰到 就停止 来再测试一下 RJR 接三 减 等于0.1cm F Ctrl Shift B 编辑 编辑成功 Ctrl Shift B 成功之后 我们Play 继续往下降 这样的这个头 到底了 就结束 就它的行程 所以Z方向向上 21向下29 总共可以 活动距离是50cm 好 然后再来就是C轴 C轴正方向 幅方向各360度 我们来改程式 那对Z旋转 所以 这个是对Z旋转 所以我们把它靠过去 减下 Ctrl V 贴上 那一样 我们RB4 RB05 先把它改起来 我们来看 正负极限 那现在是第四轴 C轴 所以是R接四 先把R接四改好 R接四是对Z旋转 那么 那么 Sat Relative Rotation Z是放在中间 没错 正好在这个位置 那 帧负极限是360度 正360度负 所以 所以 假如R接四 大于等于360.0F R接四等于360.0F else if 括号R接四 小于等于负的360.0F R接四等于负的360.0F 那这边是R接四 那这里就是R接四 那么是ZRAD4 那么这边写ZRAD4 对Z轴旋转 那有关的这四个都要改过来 那我们再来这边是R接四 Y接四 Z接四 那这个复负栏就不要了 R接四 S接四 Y接四 Y接四 Z接四 S接四 Y接四 Z接四 好 我们再来仔细check一下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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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的 的 Rotation之后 我们又再 要做 Pivot Point的 补证 那 Pivot Point的补证 有Solid Worker Pivot Point的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Pivot点是0061.606 我们看CMS CAPP的第五轴 Pivot Point Pivot Point S Pivot 0 Y Pivot 0 Z Pivot是616.06 Millimeter 在我们这边就是61.606 那在我们这边就是61.606 乘上3.1416 除上180 转成 Radius R接四 等于 Pivot Location 点X 乘上Cosine Zrad4 加Pivot Location 点Y 乘上Sine 括号 Zrad4 括号 然后加上 Pivot Location 点X 分号 Y接四 等于 负的 Pivot Location 点X 乘上Sine 括号 Zrad4 括号 减掉 Pivot Location 点Y 乘上Cosine 括号 Zrad4 括号 加上 Pivot Location 点Y 分号 那么 Z接四 等于0 PR5 05 简号 大于符号 Set Relative Location Wect FWect S接四 Y接四 Z接四 好 那么 那我们的R接四 都是360度 我们来测试 把R接四 双斜线点开 我们让它转快一点 每一次走一度 旋转正方向 我们特别要去注意 旋转方向 对不对 然后R接三 用双斜线点掉 改好了之后 按Ctrl Shift B 编辑称式 来测试我们的C轴 旋转正方向 大拇指指向天空 四肢手指头旋转的方向 就是C轴旋转的方向 转360度 正好一圈 来Play 旋转方向 旋转方向正确 一圈道 停止 所以C轴改好了 再来B轴 那么进到我们的城市 B轴就是RY 所以Y等于0 这是我们B轴的资料 所以斜线 新兴 减下 往后贴 这是B轴 不要的 绿色的线头去掉 我们先RB5 RB6先点起来 有刚刚的经验 如果不点起来 可能会错 然后再来是R多少 R接5 然后R接5 先把它改好 那么B轴是对Y轴旋转 对Pitch旋转 所以Set Relative Rotation 是放在第一个位置 那么它是R接5 那么考虑右手定者 它就是R接5 不需要加负航 所以这里是R接5 对Y轴旋转 所以YRAD5 YRAD5 那么所有的 先把它改起来 YRAD5 YRAD5 好 那么这个SJ2 也全部改成SJ5 YJ5 ZJ5 那么Fever 我们等一下再Check SJ5 YJ5 ZJ5 YJ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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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依照CMSCAPP Pivot点第四轴 它是S0Y77.5 就是7.75 Z284.06 就是28.406cm 好,我们就把Pivot输进去 点X是0 点Y是7.75 那么Pivot point的点Z 就是28.406cm 28.406cm Yrad等于RJ5乘上3.1416cm 初上180度 把RJ5改成Radius 进度量 就等于Pivotlocation.x 分号 RJ5就等于0.0F 那么Z5等于Pivotlocation.x 乘上sine 括号 Yrad5 括号 减掉Pivotlocation.z 乘上cos括号 Yrad5 括号 加上Pivotlocation.z 分号 RB6 编号 大于符号 Set Relativelocation 括号 Fvector 括号 S解5 Y解5 Z解5 括号 括号 分号 好 我们现在来测试我们的B轴 RJ5 那么它正幅度是90度 所以RJ4双写线点调 RJ5双写线 E调 那它现在是负方向 0.03度 旋转 Ctrl Shift B 编辑 之后我们看我们的B轴 负方向旋转 对不对 好 编辑成功 进到U14 Play 大拇指指向 右手大拇指指向这边 这样子是正方向旋转 所以 这样子是负方向旋转 所以B轴 宣传方向正确 那么一直宣传到90度 放平的时候 它会停止运动 那我们的导具 的尖点是绝对圆点 我们的RGB显示TCP点 那目前它没有旋转它的角度 我们下一堂课会讲这一块 好 90度 到了 它停止了 所以B轴的程式也改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回见 拜拜